剪纸 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刘阳花炮传承至今已经一千四百余年历史 李济炮装继承了花炮祖师李田的古老记忆 我的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奶奶剪纸也议制作烟花 经过多年降薪研发将烟花制作 民间剪纸这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 创作出剪纸烟花 历史的交替是传承也是国心 唯一不变的是对美好的追求 更名后的李济烟花 自此也将今次传递欢乐与敬详的学历 走进千家万户